我们看一道合成体啊 就是有左边这四种物质 然后合成右边这种物质 那么做合成体第一步呢 我们就试图应该用左边这几种物质 把右边这个物质大概给拼出来 然后看具体是哪里形成了这个bunt 哪里形成了这个键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大概是在这儿 那么它呢大概是在这儿 然后这个呢是大概是在这儿 那么具体形成的呢应该是这个bunt 这个bunt和这个bunt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dial这个没有用到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在合成的过程中呢 它起到了一个protect carbineal 就是保护它或者是保护它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知道了应该形成这三个bunt之后呢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具体是应该先合成哪个bund 后合成哪个bund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如果说先合成左下角这个bund 那么就需要它和它进行反应 那么问题来了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nitrogen它属于是electron rich 那么它呢有可能攻击它 对吧 因为它这里是显partial positive 属于electron poor 那么这里啊也有可能攻击到 对吧 这个它也有可能攻击到 那么呢 它就有两种可能性 它不可能是光反应 光跟它在这发生了一个电子转移的反应 它也有可能跟它这儿 这样形成一个bund 所以呢 我们就是第一步 如果是形成这个bund 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那么呢 如果我们先合成这边这个bund呢 来我们把这个当成第一步 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它 那么第二步 我们就要用它跟它进行反应 那么你就会发现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就是它 呃有可能是先攻击它 也有可能先攻击它 啊不能保证就一定是先攻击它 然后形成这边这个bund 对吧 所以我们第二步 如果先合成这边这个键的话 也是行不通的 那么我们只能是先合成它 形成这个bund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它这块如果反应的话呢 它跟它反应是有两个couple neural group 我们只需要它跟它反应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 先把这个couple neural group 先保护起来啊 才能保证它跟它发生反应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合成路线 也就变得非常的明朗了 那么第一步呢 是不是我刚才说的 先把它给保护起来 变成了它 然后呢 再加上美 把它变成 Great art region 是吧 然后呢 再跟它反应 跟它进行反应 然后呢 就生成了 这个alcohol group 就成成它 然后我们再加酸 把它进行还原 然后呢 我们呢 就有 它这合成剩下的两个bund 我们就加上 Jones chroming acid 就为了是把它 氧化掉 形成一个carbonyl group 然后最后 把最后一种物质 加进去 然后再加它 最后呢 就合成了 我们右边这个物质 所以呢 就做类似的 这样的题 那么第一步呢 永远是 先试图用左边的物质 把右边的物质拼出来 然后再分析 哪个bund 先生成 哪个bund 后生成 就可以了 再试图用左边的物质 再试图用左边的物质